今天单词看到了非常简单 一个名词 我们先听读音 连在一起的 如果是中间有空格写一个动词 短语 起床早上 意思连在一起 指的是装束 装束或者服饰 是特殊场合上穿的 就像图片上看 狗狗穿的是一个 超级英雄的打扮 The dog is wearing a superhero get-up 这狗狗穿着 这个狗穿着一套 超级英雄的服饰 非常口语化的一个词 informal 口语化的 不那么正式的 an unusual outfit or costume 那么 outfit和 costume 什么意思 outfit它也只一套衣服 字典上是这么解释的 a set of clothes that you wear together especially for a particular occasion in all purpose 就是一套衣服 你能把它们穿在一起 是为了一个特殊的场合 或者特殊的目的 比如说一场婚礼 a wedding outfit 一套 你要结婚礼服 那么我们这个 get up 也有这一层意思 就特别的 不是说我今天上班穿的那一套 后面 costume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我们的戏服 那还有一种 叫做你特殿的历史时期 穿的衣服 或者说某一个地方 什么什么民族 他们穿的那种衣服 两个例子 he came on stage in a cowboy 就是牛仔 get up 里面你有生词没有 我没有啊 他走上舞台 他去舞台 是穿着牛仔服 他穿着牛仔服上舞台 就是一套牛仔的装饰 可能连帽子都在的 就是那个 边缘 这个弯弯的帽子 然后这边 其实我觉得 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on stage 是一个副词在这边 他是走上舞台 下面说 a guy in a crazy get up 一个穿着 就是非常疯狂的服饰的这么一个人 好嘞 今天你念吧 好 the dog the dog is wearing a superhero get up definition an unusual outfit or costume he came on stage in a cowboy get up a guy in a crazy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